我在维修连表现很好的 已经获得 挺好的成绩 现在被调回来了 你怎么能应该欢迎我一下吧 还有成绩了 可不吗 什么成绩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成绩挺好的 那你看这是班长 做事做得不妥了 开玩笑的 不是这个意思 不不不 就就就就 我跟你 他们这都挺忙的 我能一个人来就不错了 我怕你找不着地方 但是这话说回来了 是吧 你在维修班 确实干得不错 我也有耳闻 这这这就我一个人在这迎接你 是不大合适啊 要不这样 我给你表演个节目吧 我给你唱首歌 不 好好好 唱歌不用了 不过唱歌那么难听吗 没有 挺好的 现在别唱就行了 那我演什么 没 你别想了 你就让他们 给我欢迎一下就行 非想让大家欢迎一下 你不怕这大伙出来 收拾你一顿啊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他们肯定都想着我呢 是吗 一般的人呐 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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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尝试过千年老二的感觉了 是不是 人呐 人呐 我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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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吹了 赶紧吧 跟我到连队报到 行 那我先去了啊 这 这牛逼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啊 三天前 咱们九旅和19九旅搞了一次演习 把一般的战士都参加了 今天呢 咱们交流交流 因为这也是你们新兵连以来 第一次演习经历的 肯定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 咱们唱首歌 谈一谈感受 班长 那我先说吧 我觉得呢 这次行动啊 就我个人而言 表现得还算完美 但是 作为集体来说 我感觉到很失望 在我们遭到敌人突袭的时候 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当时只有我挺身而出 但是我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援 我不明白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遇到了什么情况 怎么会这样 你这是夸自己啊 还是总结经验啊 夸自己 然后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你得 不是 班长 是你让我总结的 是啊 那你这总结 这总结的 你这起码这谦虚的态度都没有 我觉得我总结得很好 没问题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他说自己没问题 你认为自己没有问题 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这些辆会 другое 你说你自己有问题 您可以 拜拜 您好